40年前讀考起大学的人 确实是天之骄之 现在完全不是 跟粪土一样不值钱 那再来就是 学历 有的人刚刚讲过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个社会氛围应该要 我常常讲的是莫子学院 就是要推行大家DIY 动手做创造发明 这才是王道 不是那些东西 而且家长以前讲的说 如果你读了理工科 你又拿到硕士学位之后 你还跑去那边卖炸鸡的话 炸鸡排的话 那你这些年的时间 你都干什么了 有什么意义 这种投资有什么意义 你这种报酬不值得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用这种价值来判断的话 很早以前 早在40年前就有人讲说 你读大学不如我卖凉水的 卖凉水就是夏天的时候卖冰水 那个冰的什么羊桃汁 什么番茄汁 什么玩意义 这些果汁这些东西 那确实你夏天你看你随便买一个冰水 你看看你一天卖上千杯 因为你需要 那你做这个行业的人 你需要什么技术 需要什么知识 什么都不要 那他赚的钱比公司的经理 薪水还高 这不是这样比拟的 在公司里面当经理 他有很多的管理 有很多的运作 这些运作都要靠智慧运转 你卖水果 你卖冰水 没有什么 你的智慧没有在运转 你的头脑仍然是停留 就停留在冰水上面 而那些经理他日理万机之后 他的头脑不止就停留在 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或者他的职位 或者他的那点薪水 而他的运作是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读大学三个字 我觉得是现代的人 很多人都认为说 现在这个学历不值钱了 我个人从头到尾 我在讲说价值跟价格是两回事 你要了解的是 你读的是什么东西 我之前曾经讲过 讲到青江月的时候 我卸购过一个女的 比我大到几岁吧 五六岁吧 长得很漂亮 他善弹琵琶 琵琶什么舞曲 他都会 所有琵琶曲他都会 然后他很善于吟诗作对 因为他只有高中毕业 可能还是高商吧 那他没有做他的工作 是因为他一直在高雄师范学院 去旁听国文系的课程 他只专修一种 所以他对那个诗词歌赋 他很熟悉 可是如果说你 他为什么不能直接读大学 他考不去大学 他永远考不去大学 因为你还要去准备英文 还要准备三民主义 还要准备数学 什么一大堆东西的 你如果只专攻这一项国文 你就专攻这一项 所以我认为大学的窄门 打开是对的 对那些真正喜欢读书的人 就让他去读 我记得有一集 我讲过在中国大陆 CCTV有一个节目 是背诵诗词的比赛 其中有一个人 是一个好像是季冠军吧 他是一个湖南人 但他好像是在南京那边 做快递服务 就是骑摩托车帮人家送货 送什么货 什么都有 包括吃的 包括什么东西 他们大陆叫什么 快递哥还叫什么 这样的一个人 他只有租在一个公寓 四个人 两个双人床的那种小房间 一个桌子 他可以说他的生活过得 是非常之次贫 可以这样讲 就是租一个四个人的一间房间 那只有一个双人双层的床 他住这样一个地方 他平常背这个诗词的时候 就拿着那个小本子 跑到公园里面去 那他平常上班下班的时间 都非常的紧凑 骑到摩托车送货 快递哥嘛 这样的一个人 他居然对诗词背了这么多 我对他是非常之佩服 他自己也希望说 那个什么大学 大陆的什么 北大还是什么 什么大学 希望能够网开一面说 让他这样的人 能够进入大学 国文系去读书 不是因为他 他不是高干职尼 没有特权 而他如果要考取大学 他是一个中专毕业 他要挤这个大学的窄门 挤不进去 我说这种人 为什么不像美国一样 你要来读大学 我就准你读 尤其你有这样 有这样的优秀的表现 你看那些大学毕业的人 打不过你 那些限职的老师 都打不过你 就表示你背的诗词 比他们多 比他们 比他们更清楚 但是因为你是 专攻这一项 那如果你要考大学的时候 你还要考很多其他东西 那些其他东西 进入这个专业领域的时候 是用不上的 用不上的 没有哪一个学历史的人 还要知道数学是什么回事 不需要 很多学什么 现在那个媒体的那些新闻 新闻名角里面 新闻记者什么的 当年考大学的时候 英文考两分 数学考三分 诸如此类的很多 他们后来还不是都成名成功 所以说大学的开放 是我觉得完全赞成的 还有就是让那些真正想要充实自己的人 更有机会进去读大学 我刚讲那个谈琵琶那个女的 她就是旁听 旁听了很多年 所以那教授讲什么东西 她都很清楚 还有其他的学校的教授在讲什么 她也去旁听 花钱嘛 修学分嘛 但是她为什么不直接考大学呢 考不取 就这么简单 那李白白居宇他们都读了大学吗 也没有啊 杜浦王维他们都读了大学吗 都没有 那他们还不是让我们千古景仰 所以读大学三个字 还真是一个很值得家长们 还有学生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我儿子女儿考取大学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说要跟谁讲 因为我上面的三个姐姐 都是很优秀的读考取大学的 而且是国立的 那我们家已经早就这种光药造门庭的事情 早就发生过了 就不用再去 我的孩子考取大学 就有什么值得我们那个 那些值得到处去宣扬的那种 都是因为他自己生命中间 他的这一辈子的生涯里面 有一个缺憾 那个缺憾就是没有读大学 就是这么简单 以上吴宗成跟各位分享一下 读大学 他 代哈 谢谢